歡迎收看放音樂 我們是今天的 Gast VJ 生木與桃 我是佑銘 我是美蓁 今天很開心 我們可以來到放音樂的節目 來跟大家介紹非常好看的MV 還有非常好聽的音樂 但是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有1萬歲 好朋友會唱歌曲 就是要好朋友 然後合作的歌曲 對 你知道歌壇上面 非常多這種組合嗎 尤其是這一組 我覺得是非常的一絕 對啊 因為是兩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跟我們一樣 而且又是好朋友 跟我們一樣會長頭髮 跟我們兩個是長頭髮 對 而且是兩個非常好的歌曲 然後又可以唱好聽的歌曲 對 一個非常會演戲 然後一個非常會唱歌 兩個都非常棒 他們是誰呢 他們就是蘇惠仁跟莫惠 莫惠的 帶來這首 失戀萬歲 我們兩個既然是朋友 你覺得我是個什麼樣的朋友 就是損友啊 就是反正 反正我覺得其實因為工作上面啊 因為很多事情我們都要一起做 然後還有是一下很多事情 也都很好玩 所以其實我們的那種相處方式 絕對不是那種好言相向的啦 對 一定都是那種言語上面 激來激取 就是互相激勵對方 我們這都損友啦 對 所以我覺得黃美甄 她是一個沒大沒小的朋友 為什麼這樣講呢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她就是跟朋友之間 沒有大小的分別 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說她沒大沒小 那我呢 我覺得你也是一樣耶 沒小沒大 沒小沒大 都差不多啊 反正就是損友嘛 對 反正其實好朋友 我們是不分大型的 對 今天我們要唱這首歌 不是唱這首歌 我們要介紹這首MV 因為他們私 私奔 我知道 他們私奔耶 對 私奔了 他們是誰 誰啊 放閃閃 就是那個啊 五月天的阿信 跟誰 陳其真耶 陳其真 他們私奔耶 對 私奔去哪裡 因為我們要介紹這首MV 就是五月天 阿信跟陳其真的 私奔到月球 歡迎回到放音樂 我們是今天的GasVJ 神木與童 好 剛剛我們講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要再一次複習一下 就是有1萬歲 好朋友的合唱 沒錯 那剛剛其實有分享到那個 就是兩個女生嘛 那還有就是一男一女嘛 那當然我們也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在演藝圈之中呢 這個號稱櫻木情侶檔的組合 這樣講也滿怪的 自己來講這個問題 因為你知道團體啊 團體裡面 之前就有一個例子 FIR的阿信跟菲 對 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 也會被提到同樣的問題 對 就是會不會像FIR 他們這樣的例子 然後最後就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結果呢 其實我也滿擔心的 因為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 你不用擔心 很多人說我長得很像FIR 不是啦 阿信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 因為這樣的方式出道了 然後讓大家關注到的 不只是我們檯面上的 音樂表現 還有私下的交情 特別是我們又是這麼 沒大沒小的朋友 就一定會被一直提 一直提 一直提啦 對啦 因為更何況是 我們在還沒有當團體之前 就已經傳出緋聞 就合結 還得了 對 其實這個是 就是跟膽固醇一樣要擺脫 那你覺得 等一下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們兩個 我想我們還是留給MV 來告訴我們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介紹 這個也是俊男跟美女的合作 而且他們是真正的好朋友 就是小豬羅志祥跟小兒子的歌曲 戀愛達人 歡迎回到放音樂 我們是今天的guessvj 神木雨桃 是的 我們今天 一樣要再一次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好朋友合唱曲 沒錯 就是友誼萬歲啦 那剛剛我們其實前面有分享了 很多不同的例子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也要在這個話題的中間呢 我們要講一下 妳覺得妳最喜歡跟最討論的朋友類型是怎麼樣 那我們先說 最喜歡的朋友類型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最喜歡的我覺得應該是 就是可以有難同當的 就是可以有難同當的 對 快樂一定是朋友分享啊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討厭朋友的真誠性 那我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會跟你講實話 對 他不會 其實不會啦 我覺得妳現在很好啊 不要欺騙 對 不要欺騙 這樣有一點虛偽啦 因為不珍惜 好朋友是會直接看到妳身邊的一些狀態 會直接的告訴妳希望妳很好 那當然最討厭的朋友呢就是 心機重 對 我覺得現在有點難耶 因為心機很多耶 心機重 對 我要告訴大家 我並沒有 他絕對不是一個心機重的人 他怎麼會呢 他也很賤耶 對啦 就是朋友就是要坦白互相 所以我覺得朋友呢 這相處上面也很重要 一定要真誠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首歌 是三個好朋友 悲分都不一樣 對 我們現在真的 要很尊敬他們 對 要很尊敬他們 而且是兩個前輩 帶著一位他們的 年輕小後輩 然後一起唱這首歌曲 這首歌真的是 讓我不生其煩 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 最近比較煩 比較煩 比較煩 周華健 李宗盛 還有品觀一起演唱的這首 最近比較煩 接下來這首歌呢 是跟剛剛的最近比較煩 那個 煩 比較放 比較煩 這是放 比較煩 這是女生煩的啦 所以是女生版也比較煩 對 也是三個人 也是三個人 剛剛是三男嘛 那現在三女 那三個女生是誰呢 三個女生啦 你要考驗我一下嗎 有二十 有三十 有四十 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大字報 就是 對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三個年齡層不同的女生 而且他們是跨世紀的合作 對 他們是誰呢 而且這一次呢 這個例子是師父 敗著兩個小徒弟 對 一起做的這個作品 對 辛杰 劉若茵 還有呢 還有張愛家 他們二十三十四十 愛得精彩這首歌的MV 看一下 歡迎回到放音樂 我們是今天的guestVJ 深木宇童 Yes 剛剛講到這麼多好音樂 那當然你也來分享一下 我們去外地表演 宣傳的一些好玩的心得 好玩 因為我們前陣子去馬來西亞 做宣傳嘛 那我想一下 然後也去做了演唱會 那當時你記不記得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其實在 在這裡比較難碰到 就是我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們在趕飛機的時候 然後在路邊 一般的路邊 你是說我們要回台灣的 要回台灣的路上 就是要坐搭飛機 然後我在路邊看到一隻 不誇張 真的 什麼東西 非常大的蜥蜴在路邊走來走去 真的假的 我整個傻眼 是蜥蜴還是壁虎 你要講清楚啊 這大蜥蜴耶 多大隻 這是動物園嗎 我想起來… 它魚巴好長喔 我想起來 我本來在睡覺 我後來被妳的聲音嚇起來 我有看到 這麼長 很像我們那種夜市買得到的 那種玩具變色樓 真的不誇張 這麼大隻耶 對啊 還以為是動物園耶 馬來西亞的那個 馬路上面竟然出現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動物習慣 對 好 那當然我們也要再來介紹這個MV 就是有 他們是忘年之交喔 年紀差很多 他們就是馬丹娜跟賈斯丁 跟我很像的馬丹娜 我們不以置評 好 馬丹娜跟賈斯丁帶來這首Four Minute 歡迎回到放音樂 今天很開心 我們可以來到放音樂 可以聽到這麼多好聽的歌曲 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因為很久沒有這樣 對 但是我們今天最重要 來這邊的目的是什麼呢 除了帶給他好音樂好MV之外 我們還要告訴大家 一定有重點 好消息 就是我們環球新人要開演唱會了 YA 對 什麼時候呢 7月11號 對 放暑假囉 對 7月11號 我們的環球 YES YOU CAN 環球新生夏令營演唱會 演唱會 要怎麼參加呢 要怎麼參加喔 讓我想想 我覺得可以 不是我覺得 不是很覺得 對 我就只要你回答出參加 這次演唱會的任何一組歌手 好 提示1 提示2 提示3 好 這樣子很明顯了吧 還有字 對… 就是跟我們搶金曲講話 對… 還有提示5 你不要這樣講 好 這個有些人才知道 對 只要你回答出 參加這次演唱會的 任何一組表演的歌手 對 把這個答案呢 傳聲到 02 2517 6866 沒錯喔 02 2517 6866 你就有機會參加 得到這次的演唱會門票 對 而且呢 這是我們神木與童 謝婷 什麼啦 這是神木與童 也會參加這次的演唱會喔 好啦 非常開心 今天度過這個快樂的時光 那當然呢 在我們要離開之前 我們還是要帶給大家 今年最漂亮最美麗的MV 神木與童的超界子 拜拜